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的一些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更美 让起来更有质感这些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服饰鞋类跟配饰的主流消费 从以前11%到现在已经超过31%了 这些主要都是集中在一流的一线城市里头 所以现在的人喜欢的是一种没有负担的幸福 我想你不会去买阿玛尼 因为阿玛尼非常的贵 但是你会想要去买H&M 因为它同样有设计感 但它的价钱只要它的20分之一 我们也可以从买名牌到买品牌 这个过程里头呢 你不一定要买Louis Sucotone 但是你可以买一个非常有质感的设计师的作品 所以IKEA在中国 IKEA在中国得到非常空前的成功 同时间模仿IKEA产品的地方 也是多得不可生数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整个的中国的改变 实际上是从我们整个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 这整个生活的方式的改变 实际上是从我们的需求上来改变的 所以从我们最早期集体需求上面 需要满足实际上是最基本的生存之外的 实际上接下来实际上是一个个性上的需求 再接上来实际上是一种风格社会上的需求 这个部分也就是给了文化创业产业 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所以以前举行婚礼 你可以看到非常传统 但是你现在举行婚礼 你希望是完全不同的 你可能想要一个红军的感觉 你可能想要的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 但有点皇室宫廷的味道 所以这些部分在未来的消费的形态里头都会改变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就是同学在未来的时候 最大的利基点 所以我把刚刚讲的几个PPT做了一个重点栽药 在中国整个朝向小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 现在已经有三亿的中产人口 中产人口 接下来会有更多 更多的人他们需要的东西不是满名牌 而是更多的有风格的品牌 另外呢就是这个金字塔的中高层的消费者呢 他们实际上是愿意花钱买幸福的 而不是单纯只是一种名声消费 另外呢他们非常乐于表达喜欢新鲜的事物 所以呢中国在现阶段已经慢慢的朝向风格社会发展 我当然提到的这些人他还是集中在一线的城市里头 我并不是提到的是三线城市或四线城市 所以呢在这一个产品里头呢 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要是要了解消费者 并也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里头 创意产业就有两种方向 一种就是说如何把你的创意变成产业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 在过去中国做那么多的制造业 地产业的过程里头 他们如何来创意化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概况 这个地方听起来有点无趣 但是我想要让大家看一下 在2008年的时候呢 上海呢整个的文创 占所有的联军所的里头 实际上只有到8% 但当时呢在伦敦都已经超过15%了 日本也将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现在目前上海也好 北京也好 实际上都还是远低于其他主要的城市 就整个中国来看那就相对更低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底是产业的创意化跟 或者是产业的 是创意的产业化还是产业的创意化呢 我们都知道文化创意产业 实际上我们是说 你一定要有文化来做一个基础 那透过创意这个部分呢 把它变成一个产业的形式 那我们来看 中国现在目前还是停留在 1994年1995年的时候 英国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定义下来的 就是说我们的创意的产业化呢 它应该包含了建筑室内设计工业 服装平面广告公关 会展动漫游戏软件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也就是我现在在表上看到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大家现在可以在上海 很多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去看到的 不管你是去过红房 不管你是去过1933 或者你去到八号桥 这些地方呢 实际上它都是透过国有的产业 把它旧产房改造之后 再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空间 租赁给另外一个 就是商家或者另外一个公司 所以实际上它都大部分 是停留在旧厂房改造的状况下 那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是目前创意产业化 它在国有企业下面 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所以呢 这种创意产业化的情况呢 实际上也就维持了在这张的一张表上面 我们讲的就是说 从设计师或从体验 设计好之后 他会把这个东西交发给品牌开发商 之后再到销售渠道 之后再到消费者的手上 这个的整个的过程里头 每一个人的利润都非常的高 最主要是设计师是最好 大概是有20%到30% 品牌开发商呢 为了要把这个产品 从设计师这边买过来 之后再去找到销售渠道 之后再把它卖给消费者 实际上它的所有的利润 几乎也等于力 所以这个模式里头呢 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难以在创意产业里头发展的 因此目前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不易做大 所以呢我们有没有可能 由品牌开发商来足道 专业整个市场呢 这个机会有可能会让整个文化创意的产业存在比较大的空间 另外就是从品牌的角度 实际上风格的品牌应该是要大于生活的品牌的 设计的品牌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产业的创意化 产业创意化就包含台湾 早期也曾经做过代工业 中国呢 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 但是呢 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 摩根斯丹利也发布了一个讯息 就是中国的劳工费用越来越高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工厂 开始往巴西 往南美洲这边移动 甚至还有一些再回流到越南去 那这些情况里头我们就来看 这些以前帮他做代工的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机会 他们有没有可能透过产业的创意化 有另外一个空间 我有一些朋友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穿过他们的东西 包含Stella Luna Stella Luna 有穿过的人举手 没有 Stella Luna 没有的话 那United Nude 有吗 没有 好 我这个朋友呢 他是在广州 广东这些地方做工厂 他最主要是帮Gucci Louis Vuitton 他们做代工 那到最终呢 他把一些 他买了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品牌 同时把这些品牌 像目前呢 在中端的市场里头 做得非常的好 United Nude 就是找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设计师 叫做Rankulhas 的子子 来做设计的 在市场行销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传统产业如何 透过创意之后来开发它的新市场 以及它的新价值 这个是产业的创意化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说 文化创意产业 我们就是觉得文化创意产业到底在谈什么 是在谈创意 还是在谈产业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方法呢 这个部分就把刚刚的土给稍微调换过来了 这个部分呢 是由品牌开发商来做主导 品牌开发商了解了消费者的需求之后呢 他去找到设计师 他也去找到他的销售渠道 把东西给卖出去 这个在市场上 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案例 这些包含的就是在创意地产部分 他实际上是由地产公司 之后呢 找到 了解市场需求之后 去找到一些老厂房 老地新地或者是新地块 来做这些 这些就是 重新整合的工作 那他们也带给这些地产公司呢 更大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这些部分呢 包含就是淮海路的无限度 我不想要大家理不理解 无限度呢 现在已经改装完了 但是在两年前的时候 这个地方其实生意几乎是门可螺权 因为它在做的呢 还是一个传统的商业 但是你可以看到新天地这个地方 实际上它是把所有的房子给全部拆掉之后 赋予它这个地方老弄堂的味道之后呢 重新改制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加上创意之后呢 它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地标 在政大集团里头也有两个项目 在业界还蛮知名的 一个部分就是九尖堂 九尖堂它实际上是我的老板戴志康先生呢 他在2000年的时候想买个房子 他到处看 他就发现上海的房子为什么不是欧式 西班牙式 美国式 英国式 法国式 怎么会没有一个中国式的地方呢 所以呢 他就决定把中国的九尖的院落 融入进来 到房屋里头 所以他就形成了我们九尖堂 九尖的房子是怎么样 九尖的房子是什么 就是三尖的房子 在早期的中国的大宅院里头 算是蛮大的规格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大陆之工厂 这个部分也是把很多的文化 跟艺术设施放进来的一个地方 这几个模式呢 包含我们刚刚谈到的 到底是创意的产业化 它或者是产业的创意化 那我们就来讲 很多人呢 现在最多的focus是说 那我可以搞一个有文化 跟有创意的地方 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可以热得起来 田枝坊非常的热 OK 八号桥这个地方 路住的公式也蛮多 红榜似乎也不错 但我们就在想 为什么有八十个创意园区的上海 每一个创意园区看起来 都非常的相像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这些旧厂房改造的地方 为什么每个都是把它改装完之后 用三块钱租的房子 再把它用五块钱出租出去呢 这个地方到底能够为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 创造什么呢 那我们觉得它未来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机会 我们认为在文化跟创意之外 它应该要跟我们的生活 更加的结合 这些部分呢 它应该要加上娱乐跟消费 也就是文化跟创意 它要作为这个核心 但是它是透过生活的休闲 跟娱乐部分 把观众带到这里来 我现在在做的政大集团喜马拉雅中心 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从2001年拿地到今天呢 已经过了十个年头 我们从一开始 花了五年的时间在搜寻 到底什么样的建筑师 最适合来做喜马拉雅中心 我们在古东这个地方 又要盖出什么样的地方 能够表现当代中国人的理想 路加嘴是一整片曼哈顿的 地方的一个遗址 外滩是整个诸介时期 留下来的欧式的建筑 中国到底要留给这个时代 现在改革开放30年 到底要留下什么东西 我的老板戴志康先生 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我不能够盖栋三五楼 我也不想要做成一间酒店 我有没有办法把文化跟艺术 跟商业结合在一起 让这个地方成为 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 所以呢 他取名他叫喜马拉雅中心 这个名字呢 第一次听到 你以为他是一个西藏 在这里设了一个文化中心 实际上他并不是 我们都知道喜马拉雅山脉呢 它是亚洲的最大高峰 最最高的高峰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整个亚洲的七大流域 七大河的主要的八原地 其中呢包含了长江 那我们浦东呢 又刚好在长江的尾端 所以呢 我老板在想 如果今天喜马拉雅山 可以作为一个物质世界的最高峰 那我有没有办法在这里 做了一个精神世界的最高峰呢 所以我们就做了喜马拉雅中心 我们把文化跟艺术 完完整整地 植入在它的整体的策划过程 所以从一开始这个项目呢 找了很多的文化人 找了很多的艺术家 找了很多的专家一起投入 我写的策划报告 我真不好意思 我只能够说 从这里到上面 可能都是叠不完的 我的同事问我说 为什么做这么多的策划报告 一叠再一叠 整个电脑里头都塞爆了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 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做的喜马拉雅中心 只有一个30秒的短片 我自己都会认为 给大家看 建筑 艺术生活 把整个文化 评创以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商业 是我们的最大的梦想 这幅画实际上 浙江博物馆的圣三图 还有就是故宫的 无用试卷 实际上现在从6月2号 已经在故宫展出了 它的展出的过程里头 实际上是把两幅画 放在前后 圣三图在最前面 浙江博物馆的这幅画 只有55公分左右 故宫博物大概有600多公分左右 两幅画实际上是在 黄亭坚非常老的时候 我的记错好像是 他在82岁的时候画的 当时他已经是当官 结果因为受到诬陷 就下台了 结果呢 他就开始当起到家 到市 到处游沾玩水 当时有认识的一个人 叫做吴用诗 这幅画呢 是一张画给他的 那后来传到 没有记错的话 是在明清的时候的一个 吴嘉呢 这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在他始的时候 他想比照唐太宗 就我始的时候 我想要找个我最爱的东西来殉葬 他殉葬的东西里头蛮多的 包含的就是黄亭坚的这幅画 作品呢 现在已经在故宫展出了 那在整个殉葬的过程里头 这幅画呢 在中途被烧的过程里头 被这个吴先生的子子把他救出来 所以这作品就切成两遍 后来斩转流转了很多很多的人 去到护宫的 斩转流转流转很多人 去到紫禁城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 当时呢 在前一年 前一年的时候 实际上也有一图 叫做护圈三居图 这幅图叫做紫明卷 已经先到清宫了 那乾隆皇帝觉得这幅 早期的这个紫明卷 才是增基 所以他在上面提的 大概有60次的那个诗词 他认为后面进来的 这个无用诗诚是假 所以这幅画呢 就非常的干净 非常保全 非常的好 现在在故宫展出 因为怎么样呢 其实故宫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怕说 我今天好东西 我不想跟人家分享 我就是因为有好东西 我要跟你们分享 我想 我想因为 你知道在传统里头 博物院的东西 常常它就是 来这边 在博物院工作的人 基本上都是公务人员 我以前就是公务人员 你呢 工作只要早上9点到5点 你并不稀罕你的作品 是不是一定要被别人看到 你并不希望说 你今天你的文物 是不是要做更大的一个 一个效用 因为这些都会增加 你的工作量 但是呢 我觉得故宫 全故宫的同仁呢 在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他希望 可不可以用故宫来当做一个影子 让大家把国物版的东西 不是当成你自己 就是我们中国 我觉得中国文化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 变成我们全人类的资产 我们去影响下一代的人 让大家过得更好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抄袭 或任何的一些想法 其实是非常欢迎的 其实像故宫重做这件事情 到现在 已经北京故宫也好 上海博物馆也好 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看到 故宫博物院的影子在里头 故宫现在的礼品部 每天的营业额 大概将近有一百万人民币 一天 一天 就塞爆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管是学习创意的过程里头 都会有一个经历模仿的过程 这是能够理解的 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要做好多好多的研究 这个研究里头包含 我要先做市场的研究 做完市场的研究 我非常了解消费者 需要什么之后 我要去讲 我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酒店 我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商场 我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剧场 跟美术馆 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创意写作的地方 你可以从文化里头 去汲取一些养分 我举例来讲 在我们的酒店里头 我们说我们的酒店的整个的格局 包含整个喜马拉雅中心的格局 它实际上一样是套用了中国的山雪园林的概念 它从一路口的地方 就是进了一个牌楼 进了酒店的大堂之后 你会看到所有的屋檐都是往外的 酒店的大堂实际上是形同是在一个花园里头 上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LED的屏幕 放的是外面的天气 这些放的东西是什么 是中国的二十式节庆的东西 二十式节庆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酒店的大堂里头 就好像你到了一个 私家的一个花园里头的庭院 你可以在里面看看天气 你可以在上面赏赏诗 你同时间可以住到这个酒店的客房 住到回到送代人的书房的环境里头 这些所有的过程里头 都需要创意写作的人 把你的构想 透过你的文字把它展现出来 文化的东西很难就直接套用 你需要把它转换完 变成一个可以在 符合这个整个空间的功能的这个部分 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你还要做什么 你还要把你这个整个东西 透过你的文字把它卖出去 做行销的部分 这个我觉得也是创意写作部分 可以发挥的工作 刚刚提到发挥出去的管道 也不单纯只是文字 你可以透过影像 你可以透过你要用什么样 更创意的方法 把你的文字活起来 画面上来 скаж一下 再说文字幕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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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